我們來看這個數型圖 就是說如果要完成一件事情的話 它的方法是有限的 但是的話 就沒有辦法把它給歸類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用一種就是 有規律的列舉方法 把所有的情況通通列舉 列舉出來 那個列舉出來的方法 我們用數 這個數字形的那個 圖形 把它給表示出來 那這種我們叫數型圖 我看我們 舉個例子的話 會比較直接 而且清楚 我們來看例題 就是說 現在有兩個人 A跟B 然後現在這個下棋 沒有他是 兩球隊比賽排球 那每局 不得合局 也就是說每一局比賽 一定有一方勝 不是A勝就是B勝 然後他說呢 那我們規定 就是說 A勝三局前 B勝兩局的話 算B 就算B勝了 所以B的勝算比較大 因為B只要勝兩局就贏了 那要勝三局才贏 那他問說 他說四球 此一比賽的所有可能情形有幾種 那其中A與B的勝負 各位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最適合用那個數型圖 我們就是說 第一局的話 可能是A勝 可能是A勝 好 那 第一局的話 如果A勝的話 這一局的話 可能A勝 再來的話 可能也是A勝 那如果連勝三局的話 就A勝 那有可能什麼呢 可能是說 或者是這樣慢慢來 第一局可能A勝 可能連B勝 第二局的話 那可能A勝 可能什麼呢 可能E勝 再來的話 這可能A勝 可能連B勝 再來的話 可能連A勝 那這樣A就勝三局了 那或者是說 不是A勝的話 那就是B勝 那B如果剩兩局的話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B勝 我們用那個圈圈好了 B現在剩一局 那這樣的話就終止了 或者是說 這個B的話 可能A勝 那有可能A勝 那這樣的話就A勝 或者是B勝 那這樣的話是B勝 就是每一局的話 它是分差兩個部分 再下來的話 就是有兩種情況 A勝 或者是說 A勝 或者是說 這裏是B勝 那這樣的話 那或者是說 再來這個是A勝 A勝 A勝 那這樣的話 A勝 或者是這裏是B勝 或者這裏是B勝 那就停止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看 A勝 A剩幾局? 1 2 3 4 就是A剩4局 當然就負6局 A如果沒剩,那就B剩 B剩幾局? 1 2 3 4 5 6 B剩6局 B剩6局 B的勝出就是A的敗數 所以BA是敗6 A是敗6,B是敗4 A剩了B就敗了 所以A的情況是說 A剩4場 然後敗6場 那V的話佛剩6場 敗6場 敗4場 Cring